從三月二號開始 圓山鄉清潔隊將在同樂的大眾爺廟 每週一二四五早上七點到八點半 定點收取垃圾跟資源回收 讓一些晚上沒有辦法丟垃圾的民眾 也有機會清除居家的廢棄物 尤其是同樂、永和、頭糞 跟整山周邊的家戶最方便 大致上 就是通往這個新城橋 上班族的 或是說往一輛方向的 大概有永和、整山、同樂跟頭糞 這座村 有部分民眾或是上班族 他沒有辦法配合這個史專來倒垃圾 那麼特別指示群結隊 沿於這個定點清運 那麼鄉公主除了目前在大山丘慈惠市 有個定點清運之外 那麼奉鄉長指示 在我們這個同樂村大眾廟前廣場 來設置定點清運 那從三月二號早上七點到八點半 每個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四、禮拜五 這四天每天早上都有在這邊定點清運 歡迎我們鄉親來多多使用 對原山相公所的新政策 附近居民都覺得很貼心 畢竟有些人可能無法配合原先的垃圾收取時間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 好